今天我要用豆腐和马铃薯做的到素食家常菜料理 分享用豆腐做成的炸鸡块 豆腐是一种很营养的食材 也是素食者不可或缺的食物 常常都会吃得到 我们家几乎天天都会吃豆腐 豆腐可以说是我们的好伙伴 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变化很多 几乎可以融入任何的料理中 所以特别期待和大家分享 这个美味的豆腐炸鸡块 大家知道豆腐是怎样制作的吗 一般上会先泡黄豆 让这个黄豆软化 然后再研磨成浆 这过程是为了让黄豆中的蛋白质和淀粉 被释放出来炸汁取的豆浆 将豆浆从豆渣中炸取出来 之后就开始煮豆浆 再加上泥固剂一般使用 铭氧化物或钙氧化物的泥固剂加入热豆浆中 使它可以泥固成豆腐块 最后就是切成豆腐块还有鸭汁 话不多说就赶快来感受一下这道简单营养的素食料理 那现在就来用豆腐和马铃薯做着到家常菜料理吧 准备一个马铃薯 把马铃薯削皮 把马铃薯切厚片 切粗条状 换一个方向切成小丁 把马铃薯放入盘中 准备30克的红萝卜 把红萝卜削皮 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 把红萝卜切成厚片 把红萝卜切条状 换一个方向切成小丁 红萝卜我放的份量没有很多 点缀一点颜色就好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跟马铃薯一起准备拿去蒸 用电锅蒸外锅放一杯水 把马铃薯和红萝卜放进来蒸 豆腐准备一块 这是板豆腐 今天在菜市场买 这样子一块是台币30元 把豆腐切成厚片 先切一半再切一半 给它切成四方形 这里可以切成四等份 把豆腐放入盘中 用一个空盘子装入60克的面粉 盐四分之一茶匙 烟熏红椒粉适量 把所有粉类拌匀 可以再来半茶匙的咖喱粉 可以增加香气 拌匀了先放旁边备用 30cc的热豆浆 这是我自己做的豆浆 梅子酱一汤匙 番茄酱一茶匙 把所有食材拌匀 都拌匀了 先放旁边备用 再来准备一些早餐玉米片 把玉米片敲碎 如果没有玉米片的朋友 可以用苏打饼敲碎 或者是用面包粉代替 也是可以 我们家因为刚好有小朋友吃的玉米片 所以我就想要用这个来做料理 都敲好了 先放旁边备用 取一块豆腐 先沾上粉类 再沾上豆浆 再裹上玉米片 裹上玉米片的时候 稍微轻轻给它压一下 让它都黏上去 可以了 这样干粉的时候最好用左手 就是另外一只手 这样子手才不会都是黏黏的 这个就是湿粉 可以用右手 最后两个一起沾粉 你帮妈妈沾粉 妈妈来弄这个面糊 OK 豆浆糊 好棒哦 全部放到豆浆糊里面去 是是 耶 没有了 都裹上玉米片了 来拿去炸 油温已经170度 把豆腐放进来炸 我翻两次炸 先把这锅炸定型 等一下再炸另一锅 让它慢慢的炸 可以拿起来了 已经炸成金黄色 锅内放入适量的油 把蒸熟的马铃薯和红萝卜放进来煎香 给它不平均 我习惯先把它蒸熟 这样子等一下就比较容易熟的透 让它煎至表面金黄色 给它翻面 细细煎 像现在马铃薯和红萝卜都建成金黄色了 可以关火取出 锅内再放入适量的油 放入一茶匙的咖喱粉 转小火给它炒香 这是马来西亚咖喱粉 它的香料味比较重 放入马铃薯和红萝卜 快速翻炒 接着放入水 放入两百细细的水 给它翻炒均匀 让咖喱粉融合在水里面 这时候可以转中大火了 放入半茶匙盐 把咖喱酱汁煮至大滚 咖喱粉先炒一下 会比较香 如果马来西亚朋友还有咖喱叶的 可以把咖喱叶放进来 跟咖喱粉一起炒 现在大滚了 放入椰奶 放入椰奶60cc 给它翻炒均匀 让它煮至大滚 酱汁煮至大滚之后 我会再让它持续煮一分钟左右 让它的味道都融合到 马铃薯和红萝卜里面去 现在味道都已经很香 都融合了 可以关火起锅 来试吃咯 来试吃咯 我是小杨伯 好香哦 豆腐有味道哦 一点点甜甜香香的味道 好好吃哦 好吃耶 这个皮很厉害 我觉得皮很厉害 你吃吃看这个 好吃啊 它的外皮是有一点点脆脆的 而且不是干干的 它有点湿湿的脆脆的 可能因为有沾了豆浆 所以又沾了一层粉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湿湿的 然后再加一点点脆脆的口感 好吃好吃 帮我搭 咖哩 这次是用马来西亚的咖哩 你先试试看看会不会辣 这有加辣 嗯 这不是咖哩块 平常我都用咖哩块煮咖哩给小朋友吃 今天用的是我从马来西亚带来的咖哩粉 所以我是怕马来西亚的咖哩粉会有点辣 吃吃看会不会辣 没有什么辣 没有什么辣 妈妈吃吃看 嗯 盐奶很香 还有各种南洋的香料味 就一点点辣 哦 这个我太久没有吃马来西亚的咖哩了 今天就想说把它撕开来用 因为每次舍不得用 今天把它拿出来煮 平常我就跟着小朋友吃咖哩块的咖哩 味道真的有差 咖哩块的咖哩的香料味没有那么多 这香料味很香 配这豆腐这样子好好吃哦 很香素鸡块 嗯很香耶 没有什么辣味耶 你可以 可能有加了椰奶 你吃吃看 在马铃薯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煎到熟透为止 那我觉得那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就透吃不如先去蒸一蒸 再来煎这样子比较快 你吃看你喜欢马来西亚的咖哩 还是那个咖哩块的咖哩 嗯 我这个很喜欢这个 这个很香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 然后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 最终Facebook还有IG 我们下道料理见 拜拜 拜拜 哇你吃光了耶 好要饭哦 这真的好好吃 再给你一块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